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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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看到我手上有材料 我们称它为杜鹃羹 我们提到其实大自然中 不只是花朵或者是枝叶的一种美 或者果实成熟的一种美 各位阿拉菩萨可以看到 当我把这一只杜鹃羹这样拿起来的时候 我们也感受到这个干柴 然后杜鹃的根部 不是长在地面上的羊的部分是漂亮的 其实它长在地底下 土的部分也是非常的美 我把这个质干把它卡住 卡住在陶艺的创作上面 各位阿拉菩萨就可以感受到 藉由花器跟杜鹃羹之间 就形成一个很美的空间的感觉 我自己觉得能够从事花艺的创作工作 还有这个教学工作 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报 因为你可以欣赏大自然中 各种的花草植物 各种美好的事物 好那再把这个作品把它定下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我目前用到的 这一个雕塑的这个陶艺品 然后再加上这个杜鹃的根 它本身都是属于一种干柴的一个应用 那干柴呢 它需要有一些 诗彩之间跟它做一个很美的一个搭配 那各位阿拉菩萨接着看 欣赏一下 我手上有一只这样的一个 这个白色的非常纯洁的一个花 那这是大概两天前 我在我的阳台上看到 阳台怎么开了一朵这么美的花 那我就把它剪下来 不过这个花我一直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后来查了一下它叫亚马逊百合 应该是这些年来 我们把很多国外的植栽 就是从盆栽上剪下来植栽 它引进到台湾来很多很美的花 那这个百合呢 它感觉上非常的干净洁白 好那我把它作为这一个作品 主要的表现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花呢 就是今年累月的 只有叶子没有看到花 那好不容易那天 我走到阳台怎么看 开了一朵这样的一个花 好那因为这个花气本身很深 那我们在做这个花气的这个创作的时候 可以有两个方式 比如说我可以在下面接一个枝梗 这个枝梗 那我接了这个枝梗之后呢 它就可以把它固定放进去 这样我们看看高度会不会太高 好因为 好 好这样子 把它放进去 好那 好我再让它低一点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希望呢 这个百合的空间跟美感 大概是在这个区块的地方 这样子比较能够表现这个百合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再让它稍微的降低一些些 好然后 我应用刚刚我用的那个枝 慢慢的把它穿进去 好那它除了穿进去 就有一点支撑的作用之外 它也有让它更加挺直的一个感觉 好那我用这一朵亚马逊百合 做它的主花的部分 好所以这个花本身呢 它具有一种造型的感觉 但是也有心象的一个味道 跟感觉 好那我接下来呢 因为 因为这一支亚马逊百合的关系 我用一点点的这个 比较自然的蕨泪 好自然的蕨泪 因为有时候我们插花特别的喜欢这个很自然的这些材料 好那各位阿拉伯撒可以看到呢 我自己有种很多这个很自然的这种蕨泪 好然后呢 我把它这个蕨泪拿来跟这个亚马逊百合做一个搭配 那这个亚马逊百合本身 它的花开起来挺美的 但是它的叶子呢 不是太太漂亮 好但是因为我这个花旗本身呢 它的洞很小 那我如果要运用这一片 这片蕨泪把它放进去的话呢 好各位阿拉伯撒可以看到我这样也放进去 这个作品就非常的有齐趣 好但是呢 这个 这个根呢 它很粗 所以我要用一个铁丝 把它做一个固定 好 那我找了一支 好比较粗一点的铁丝 是18号的铁丝 我把它这样弯起来 好弯起来 好然后把它绑紧 好把它绑紧 好然后 需要把它捆紧一点点 好 因为呢 这个蕨泪本身呢 它是不需要吃很多的水的 再把它捆紧一点 好 各位阿拉伯撒可以看到 我把它有点这样的把它固定起来 好 因为这个蕨泪本身呢 它是不需要吃很多的水 好然后因为它这个 很粗的这个根部呢 它已经吸了很多的水分在里面 好所以我可以让它有一点点 从中间抹肉的感觉 好然后我把它 利用铁丝的这个部分 好把它放进去 好放进去 好 好用这个叶子 来蹭托我这个 亚马逊百合 好 好那 我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感觉 把它固定一下下 好 那这个蕨泪呢 它就可以 很清雅的 去衬托 这个百合的感觉 好 所以这个百合 非常的宁静 优雅的一个 花财 好 那还有几支的这个蕨泪 好特别的 有野趣 好 因为这个陶艺 陶艺品本身呢 它也 很有它的这个 特色 所以我就不要用太多 太人工化的感觉的 花财去擦做它 好 然后我慢慢的把它 这样一支 好 像这个都是好美好美 而且很有很有那个自然野趣的一个味道 因为有时候很多人在欣赏花的时候呢 他会特别的喜欢这种很自然野趣的东西 好 我再用一支铁丝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好 好 让它把它绑起来 把它固定一下 然后呢 再把它 插到这个 用铁丝的力量 让它插到这个 洞里面去 好 好 好 因为这个花旗本身呢 嗯 它的洞很小 所以我们需要应用一些技巧 好 然后 我现在弄它之后 我发觉它会有一点点洞 那我再用一支 18号的铁丝 好 各位阿拉布萨可以看一下 我把18号的铁丝这样子折一下下 好 那 我们要剪很 就是我们要剪很粗的铁丝的时候 各位阿拉布萨可以看到 我刚刚用的是 剪刀的尾端的这个缺口的地方 来剪它 这样比较不会伤到剪刀 好 那我 把两支 好 这个也是一种 我们平常 在插花的时候学习怎么样去定枝 好 我把两支之间把它夹起来 然后 用铁丝的力量把它固定住 好 那我们再调到我们喜欢的这个角度 好 所以我们说呢 插花式 可以 培养你很有耐性的 好 好 那你就把这个 直接形成一个 蛮特殊的一个造型跟感觉 好 去衬托它整个作品的一种 很具有自然的一种风情的一个感觉 好 然后我再下段呢 再加一点点绿色的叶子 去衬托这个亚马逊百合 因为它 既然叫做亚马逊百合呢 我在想说 它应该也是生长在蛮原始的地方 好 然后我在下段的地方加一点点叶子 好 不过在加叶子之前呢 我想到了 我叶子不能加太多 因为它的那个孔洞非常的小 所以我必须要再加一点点 我要想要运用的花 比如各位阿波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这个 我们称为双重草 双重草 这个花呢也是 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可爱 然后它颜色是淡紫色的 感觉上很浪漫 那 而且它 感觉也蛮耐的 然后 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很喜欢它 好 那我把它稍微的走一下下 那 我刚刚为什么 想到要先把这个松松草加上去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松松草它的枝梗比较软 那如果 我把别的花材加了比较多以后呢 松松草的枝梗很软 就插不进去 插进去以后 它就会受伤 那受伤呢 这个花就会比较不耐 所以 在雪叉花的这个过程中 也是训练一个很细致的心 去感受 所有花草植物之间的一个 刚柔软细 然后 前后次序 这个也是一种 学习秩序的一种美 好 我再加一支松松草 好 因为 这种 雕塑品呢 它本身 最主要的功能是 做来观赏 观赏的 但是 因为呢 能够有这样一个雕塑品 来做花艺的创作呢 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 好 我大概 准备用 三支 好 再一次 好 好 那我们常常说 缝头 直支不入青工 就是各位看到 一般来讲 这个松松草它本身呢 它很直 很直 那我们就必须呢 可以把它稍微的 用手 然后去把它掰一下 让它有一点 形成这样的一个弧度 好 好 那我们再把它 放进去 用三支的这个 松松草 好 嗯 嗯 嗯 然后 学习插花也是一种很慢火 会发觉呢 我们现在很需要 一些慢火的艺术来 调整我们的生活品质 但是这些免在教学 花道查道的过程中 就发觉呢 嗯 这一方面 好像一直在没落了 虽然知道 这个慢火的重要 但是一般人呢 都已经缺乏了这种心情了 好 那我 把三支的这个松松草 好 放上去了 好 放上去之后呢 我用一点点的绿色的植物 像各位阿花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 我手上的这一些 我类的植物呢 它本身就比较有 硬度 比较有硬度 然后有硬度呢 它 在擦的时候 它就 比较容易擦得进去 那如果我现在再来放松松草呢 就会发觉 我的松松草太软了 放不进去 好 我用一点点绿色的植物 把它 衬托一下下 就是收它的这个 鸡盘的这个地方 让它下段 古人讲说 擦花要一重路起 上处下翻 就是 就是集中的那个力道 是一种 擦花非常重要的 米学跟观念 所以我把它 在这个部分 加一点点 绿色的 把它衬托起来 好 把我亚马逊白和 指甲稍微跳一下 好 那 我们来欣赏一下 今天的这一件作品 我再加一个 红色的小 小果实好了 因为 我发觉这个作品里面 加点红色的小果子呢 也会产生另外一种 很崎岖的感觉 那这个小果子 它叫做 火龙果 火龙果 然后 这个小果子呢 加在这个角落的地方 可以感觉呢 有一点点红色的 效果 好 感觉效果更好 好 这件作品呢 是以这个 鹰的形状 作为主要的一个 构图 像现在 整个天空中 已经看不太到老鹰了 因为 使用了太多的农药的关系 所以 对于老鹰的 下一代的繁殖呢 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障碍 那我们借由这个 《阴阳》这件作品呢 也去体悟到 我们要怎样爱护 大自然的万物 随着这个 整个环境的一个变迁 老鹰的存在 也越来越艰难了 以前住在山里 一大早就看到老鹰 在天空中飞翔 那我觉得近一年来 就已经看到的 越来越少了 所以 今天就有这个 阴阳这样的一个 作品 那也提醒我们 对于大自然 万物的一种 爱护 然后跟珍惜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第二件作品呢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前面有一对 这样的上右的 这个我们称为 军瑶的一个色彩 跟这样有一点点淡淡的 一个清磁的一个色彩 两个形式是一样的 但是 右色不一样的一个花器 那我今天呢 手上因为有一支 很美的这个梅花 那我想说用这个梅花来做 这个创作 所以我早上一直在想说 应该是哪个苦同瓶来擦呢 还是比较有古意呢 还是要用一个 新的花器 不过我觉得 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 那很多人会很喜欢一些 新的时代的一些作品 比如说 你看前面这样的一对 这个陶艺的作品 那陶艺家呢 他们会也希望能够 让一些年轻人能够 喜欢这个陶的艺术 所以他们就会做一些 比较现代感的一些花器 那我觉得这些花器呢 我们也要去善用它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 还是用一个 比较现代感的花器 来擦它 我们常常形容梅花呢 疏隐狠斜 所以呢 一般擦美的时候 如果能够像这样 以狠斜的方式来擦作 是最美的 所以林河俊 他有一首诗呢 他说疏隐狠斜 水清浅 暗香浮动 月黄昏 他形容就是梅花的一种 优美 好那我把这个梅枝呢 稍微的折它一下下 折一下下 让它有一点点角度 当然有时候我们要 我们 像我自己在教学的时候 我会让学员们 先上一下下铁丝 但是呢 如果说 您的技巧上够的话 你可以控制到它力道 非常的好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不要 不要去上铁丝的 好那我现在 把这个梅枝呢 各位可以看到 艾瓦菩萨可以看到呢 这个梅枝 我把它剪掉一些些 那为什么我把它剪的这个样子呢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它这个现代陶呢 它的瓶口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它只有小小的一个口径而已 那如果我不把它剪掉的话 这一枝梅枝的粗度 它是放不进去的 所以我必须要把它 稍微的剪掉一些些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一枝梅呢 是今年早春 非常美的一个梅花 有时候 它这个枝干呢 稍微错重了一点点 但是还是觉得很美 那这枝梅花 就让它有一点点这样 平出的角度 这样子把它擦过去 好非常的美 那我刚刚自己在剪那个梅枝的时候 就觉得哇梅 不只是这个花苞的那个清香优雅 各位艾瓦菩萨可以看到 现在开了一朵那个梅花 然后你会发觉它的那个花蕾呢 非常的有力 所以我们说梅花呢 参风引入了一整年 吸收天地之精华 然后最早春的时候 小汗的时间把它盛开出来 虽然才开一朵 但是你可以感受出它那个清新解白 而且芬芳的感觉 这两天我们在擦这个作品的过程中呢 就闻到整个屋子都是香气 好所以我用一点点 疏隐痕斜 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擦这支梅 好那接下来呢 我来选择一个花来搭配它 好那那个我想在这个地方呢 把它加另外的这个花器上面呢 加一点点的这个松枝 一支的松枝 但是这个松呢 我希望它是少少的 好那这个松我也是把它折到 几乎是90度 好我让它稍微再少一点点松枝 好感觉上更加的更加的清雅 好因为这样的一个擦法呢 它是蛮有意境的 好很有很有禅意的感觉 好我把它稍微的 好让这个松枝 好有一点点一点点的 互相的一个交错的一个感觉 好那各位可以发觉到那个 当把这个绿色的这个松上去之后呢 整个那个气质跟味道 又有一些些的不一样 好那在这么优雅的一个 花的这个空间里面呢 我来选用一朵山茶花 来做它的主花 好那这一朵粉色的山茶 也是今天早上花园刚刚开的 一朵小山茶 虽然它还没有办法达到 我们所谓的很淡瓣的感觉 试一下这个山茶 好这朵山茶呢 好我把它的画形再调整一下下 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开开来 好我让它一点点的 好一点点的把它稍微的 好让它一点点微微开开来 好这朵山茶还没有 嗯算是最 就是那个花蕾的感觉 还没有达到它最饱满的一个地方 好不过 还算OK我试试看 好那我把它上一支铁丝 好让它弧度更加的美 好所以 好我现在用的是 好我现在用的是 22号的铁丝 好我把它缠到一下下 然后我找到一个最适当的一个角度 好让它让它 因为这个花瓶的口呢 它也是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 只能插小小一朵的花 那也因为这样的小跟 简单跟优雅 所以更能够表现 这个花漆的特色 好我把这个 再用一点点松针 从它的这个下段的这个地方 因为它那个花漆是很 口是很小的一个 好我用这个铁丝呢 把它固定一下 虽然小小的一盆花 但是你还是要很有耐心 然后很细心的去 去对待它 所以 好那我在这个 梅姿的这个 三茶的下段呢 用了一点点的这个松针 好那用了松针之后呢 我希望这边 能够再加一小支的这个 松针的感觉 就是 让那个出口 不会是只有一支梅而已 所以我再加一个小小的松针 收那个梅的这个 入口的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件作品 这样的在早春盛开的一支梅花 然后呢 然后呢 用一个非常清雅的三种花 就是以梅 然后松跟山茶 三者合而为一 然后我们 能借由各种花草植物的一种 优雅内在的一个心性 然后 让我们在光花赏花中呢 也去提悟植物的 所散发出来的一种气质跟美学 那愿慈香滑 佩满十方 供养三宝 父法隆天 普遜众生 共入佛字 阿弥陀佛 浩瑜优优独自注 你都许傅 那宗供der佛 X星�대 黠岑 谢谢愿 勘向中华护声协会 可以涨 сор Testing 8483 42138483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5-679 012-001-195-679 护持护生放生超度 婴生卫生胎儿 1-215-679